第一个,就是订货日期的话,那当然就是今天日期,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个什么,today函数,这个应该没问题啦,today,再来的话下拉清单,这个下拉清单呢,我希望点击它可以出现这个什么,普通键,这个极键这些字,那实际上呢,在这边就会有一个性质,那你也会确定 你先,你可能要检查一下,因为在公式里面,名称管理员,你先确定一下,有没有性质这个东西,性质这个名称,好像印象中,我原来的那个范例档里面有些已经帮各位加,但是有一些没有加,那如果说你要重新练习,你就是把它delete掉,删除掉,然后记得选取它,从选取范围建立,顶端列就可以了,另外我还有个邮件,这个邮件指的这个,就是 就是这个对照表,对照表,所以呢,如果说我今天呢,希望下拉之后,普通键的话,那我可以自动跳出什么,到货日期,不过特别注意哦,到货日期不是把今天日期,再加上什么,普通键五天,而是要扣掉,避开六日哦,OK,那要避开六日哦,特别注意哦,需要用到一个函数, 诶,这个函数哦,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特别,特别那个,在日期及时间,在我们前面有讲过啦,可是我没有特别讲,呃,Network days哦,是,最后是传回是,多少天,跟它对应的好像有叫什么,work day,有沒有,work day,传回的是哪一天,所以我们会用这一个,那里面的话呢, 我需要做什么呢,特别注意就是说呢,我需要,第一个,哪一天,就是今天,dace几天,那因为这个地方普通键,它不是一个日几天嘛,而是一个什么,那我去查表,所以我会用一个V路函数,去查什么呢,查一二是什么,查我的对照表里面,的第二栏,把第二栏就是,第一栏是那个性质嘛,第二栏就天数,把第二栏, 啊,回来五天,就回来就五嘛,所以呢,查完之后呢,就是五,再把这个数字一加,哎,这个时候的话,我,如果说有礼拜六,礼拜天,这个work days哦,会自动避开,那如果说将来呢,你会有什么,holiday,所谓的holiday是,可能是公司订的假日,或者是国定假日,你也可以把它加到holiday,那你把它放在那个另外一个,工作表的某一个方案, 用选取的,选进来的,它就会帮你扣掉,自动又延后一天了,所以特别注意这个holiday,你可以把它加上去,那我这边是没加啦,我这直接加哪一天,然后去V路函数,找到之后,回来按确定,OK,那可是确定完之后,有个问题啦,如果说这里面是空的,它也要能够变空的,可是现在呢,没有,你变空它没有错误啊,那这个地方是因为我插入一个什么,插入一个逻辑模式, 逻辑判断,如果一二里面是空的,那我就给空的,反之呢,那我就给什么,给这个公式里面的东西,所以我可能可以把刚刚那个公式剪下来,放在一个逻辑判断里面,用什么判断呢,用如果一二就这个,等于空的哦,那等于空的,当然一般的书里面会教用isblank,isblank这个函数,但是后来发现isblank这个函数, 函数不可靠,为什么,它明明是空的,可是它出来却是显示是有东西,那是怪怪的,可是后来发现用等于空字串,反而比较稳定,比较没有问题,所以提供了一位参考啦,那个也百思不得,也许你有其他朋友有答案,不过我习惯要等于空的哦,那一群